作詞 曲 supremacy 李宗盛 最愛擁抱著你 最怕看到你的哭泣 总会想起相爱时光 你和我紧紧以为的亲近 我们都以为是永远 却看不到悲伤靠近 人世间太多事 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 爱与不爱谁能决定 你一时我不会唯一 且闪眼万水等飞翔 却回不去 你的细腻 我该如何去挽留你 当绝望满满烟 抹我眼睛 飞跃千山 心默默呼喊 那么家妒 是可以跟丧极 云妇喝什么酒啊 我决定 把孩子生下来 为什么 为了和萧山在一起吗 他说 他愿意当孩子的爸 我拒绝了 我们彼此的路是越走越远 是时候放手 我不明白 你见了一次萧山 就做了两个这么大的决定吗 是 他让我明白了 一句草率的话 一个草率的决定 结果可能是永远都回不了头 就算再后悔 失去了将会永远失去 如果 我要是把孩子打掉 将来我要是后悔了 我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因为 我已经失去他 既然萧山愿意当这个孩子的父亲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他爱你 你也爱他 除非你已经不再爱他了 我仍然爱他 但是他已经承受得太多 我不敢说 对他没有信心 但是这样对他很不公平 为什么要一再地把他牵扯进来 本来他的路 比我好走得多 是我一再地把他牵扯进来 我不能一错再错了 我自己的路 要我自己走 你现在是一个单亲妈妈 你一个人能承受得起吗 我承受得起 是他 给了我力量 我不会再害怕 我不会再害怕莫少前 他不能逼我打掉孩子 他也不能把孩子抢走 因为孩子是我的 我是孩子的母亲 我也是孩子的母亲 还有我一份 何姐 对 我现在去机场 八点的飞机 有什么事情 等我回来再说吧 嗯 莫先生 您还会再回来吗 莫董 莫总回来了 莫董 莫董在忙 董事长他 哎 哎 莫总 莫总 莫总回来了 莫董在说 这股东投票大会就要开始 你也应该回来 莫董在忙 在是在 不过现在正在忙 特别吩咐 不让任何人打扰 哦 包括我 莫董特别交代 尤其你 看来莫董 是决心要把我赶出董事局了是吧 准备好了吗 哎 话不能这么说 你们都是一家人 千万别说两家话 莫董的意思是 如果你找他谈股东大会投票的事 就等到股东大会再谈 如果是别的事 你就去办 他相信你 莫董 莫董 怎么样 你先被我拦回去 没硬闯进来还真难得啊 照着前些天股东们的意思 投票大会那天 他会离开得很难看 莫董呢正为这事发愁呢 板上没有钉钉的事别乱讲啊 我说老爷 你心里清楚得很嘛 这个项目我跟你合作 给你的条件 绝对比邵谦给你的条件还要优厚 那当然了 您背后有莫氏集团这么大的实力吗 莫总呢 是跟我私底下谈过 看中我的项目 想要合作 我不好一口回绝吗 是吗 是 是 是 你要跟谁合作啊 那是你的选择 慢慢考虑 慢慢考虑 这边啊 那个 准备的事情安排怎么样 关于人事调动的事呢 已经起操好了 就等着您过目了 哦 那个 那你的事就顺便提一提啊 谢谢莫董 志远跟我那么多年 一直忠心耿耿的 这他应得的 是啊 是啊 莫总的手下 都是精兵强将吧 哎呦 哎呦 这 这是不是精兵强将啊 不打紧啊 关键是啊 他选对了别人 你说是吧 是啊 是啊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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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我还有别的事 我就不留你了 改天呢 我得请你吃饭 好啊 那你们先忙着 我有事先走了 好 慢点 哎呦 沐董 已经和另外三位股东 谈过投票的事了 不过最后还没有决定 老汉是聪明人啊 他那票 应该算是拿下了 这样算一算票数够了 其他的股东啊 建峰也会转多 没事 我有身水 和姐 不用担心的 这情况很不正常 一回来就给你吃闭门羹 十年来 沐长河一直是玩阴的 表面上不敢怎么样 这次 要来真的了 要撕破脸了 早晚都得撕破脸了 我们的计划 要不要缓一缓 我担心沐长河发现了 会抓住马比 不 不能缓 我们要抓紧时间 让老陈 抓紧贷款 姐夫 是我 进来 没有影响到两位共商大计吧 什么大计 我都快被赶出董事局了 正发愁呢 那我请你去喝酒 借酒消愁吗 喝酒 几点 你的漫画书看完了 就是因为看完了嘛 所以才无聊呢 走 跟我喝酒去 快 何姐 要不要一起啊 这先我去 你要是再说一遍 我真的跟着去了 走走走 所以我就说嘛 女人呐要是太聪明 不一定是件好事 那你过来陪我喝酒 不会觉得无聊吧 不会啊 平常不是开会 就是谈生意 跟那帮人吃香喝辣 还唱什么KTV 聊酒吧喝杯酒挺好的 这倒是真话 每天不追名不求力 喝喝小酒聊聊天 其实是件挺幸福的事吧 有句话 事与愿违 投票的事有压力吗 如果我说没有 你相信吗 时间辛苦不寻常 一旦被踢出董事局 十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我早知道 不是喝酒那么简单的 有什么想说的 是多管的 我呀 最近每天都到远中去做班 对公司以前的事 也听说了不少 你不是天天看漫画的吗 还有时间看资料吗 没有 那些资料都是死的 我看它干嘛 我呀 到处去串门 使用美男计 专挑女的 大乔通知 那消息真叫你个灵通 好 那你听到了什么疯 说来听 十年前我爸入主墨市 三年之后找了个理由 召开了股东大会 成功地将墨市集团 改名为远中集团 公司的那些老臣们 心里不服 对你这个仓皇灯卫 连自己老爸的招牌都保不住的太子 失去信心 我那老爸 我那老爸 杀得兴起 乘胜追击 一统江山 很可惜 你爸也中了那句话 事与愿违 是 你打赢了一场不可能打赢的硬仗 一时被传为佳话 怎么样 是不是越来越崇拜我了 你要是告诉我 你怎么赢的 我就更崇拜你了 你不是去串门了吗 没有串回来啊 有啊 而且一个个讲的会声会色 是无足道的 秦总这是商界奇才啊 有投资远光有魄力 我相信我们这次强强联手的项目 一定是让业内所有人称道的 投资大项目 来来来 我们把合同签一签 好好好 展开 小朋友 你怎么来了 牧总 关于这个项目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打算跟你们远中合作 不过呢 我还是很佩服你这种 坚持不懈找我谈 遗憾的是 我今天就和唐总签约了 牧总啊 靠死刹烂打是谈不成项目的 我奉劝你还是回去搞定你的岳父 得到他的知识力再来 生意场上讲实力讲信用 你看 我跟秦总这次合作 就是双方拿出百分之百的坦诚来合作 百分之百坦诚 我看未必 秦总 我们远中能不能跟你合作这都没关系 但是 我想请你先听听这个 雷诺 你听我说 秦总这个人吧 从脑简单又没有什么想法 他能支撑到现在 完全是靠他的定性 所以我希望你跟我合作 你跟他合作是把钱扔到黄合作 就那这次 我跟他合作来说吧 说是个处题吧 其实 我是抬高一倍的成本一算 就是拿他的钱来赚钱 他还只能分到一半的钱 那当然了 我对你可是百分之百的保证 再说 这些也瞒不过你 老景天 这些话 都是你说的吗 是我说的 随便说说的 秦总 你也知道 这生意场上吧 见人说人话 见鬼呢 说鬼话了 你 你就是个鬼 我们走 秦总慢走 不少钱 你陷害我 就是这样喽 那你怎么会有那段录音的呢 有人说你是放了窃听器 还有人说你是买通了陶敬天的手下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 那个雷总 他是那鬼 只是我有一点想不通 以陶敬天的那个技术 怎么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竟然对这个 突然冒出来的雷总 竟然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雷总 说出那么轻帅的话 那个什么雷总 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他是我爸一个食欲微食的朋友 早就已经离开商场了 等我接手末世之后 我就求他帮我一个忙 接见了陶敬天 那 那个雷总和陶敬天 已经交往过一段日子了 两年了 所以当时陶敬天 对他并没有什么戒心 你安排雷总出现 不是为了这个项目 还有什么原因啊 还有什么原因啊 养兵千日又再一招吗 陶敬天那一仗输的呀 真是丢脸 当时你把他弄得那么惨 他怎么还会愿意跟你合作呢 合作什么呀 海南的项目 我当时都以为是你的囊中之物了 没想到又被他给得取了 我当时 是被女人弄得头脑迷糊了吗 说不定同学就是陶敬天 叛来的内鬼 把我迷住了 你们商场啊 太阴险 我搞不明白 那 谁要是你安排在我爸身边的内鬼呢 张志远 张志远 他是我爸的忠实粉丝 你要是能搞定他 我都给你做牛做马 从那一仗之后啊 末世旧臣上下归心 想走的不走了 已经走的也回来帮你了 你算是保住了半米江山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明天的投票一旦输了 会不会很惨 我不会输的 你别忘了 我和我姐都是大股东之一 我爸手里面已经有了两票 不过呢 如果我肯投你一票的话 终于说到正题了 来吧 有什么想说的 我想用我手里的一票 换我姐的一个机会 收回你的话吧 我又没说让你干嘛 我知道感情不能强求 我只是要他的一个机会 结果不计还不行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应该背叛你爸爸 姐夫 姐夫 不用再说了 我都说了 结果不论 你只给他个机会嘛 我真的很奇怪 你为什么还能开得了口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做过些什么 你心里有数 我当然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你多爱他 他这一生 就决定做好一件事 那就是好好爱你 惊喜不眯 姐夫 姐夫 他一直都在等你 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就是希望你能看到他最好的一面 是 他做了很多错事 那是因为他实在受不了 连个机会都没有 你想想 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其他人 像他那样爱你爱的一丝不挂 有吗 那么你最好 让他把衣服穿上 免得到时候我们都难堪 晚上一起吃饭吗 我约了人 二少爷 您回来了 大小姐也回来了 是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下午刚到 正在楼上 就是心情有点不大 他什么时候心情好不呀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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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 姐 回来了 连亲弟弟都站在别人那边 回不回来有什么区别 还不是过军奋战 对不起啊 你也被他迷住了 你也被他迷住了 真厉害 见一个迷 姐 我没被他迷住 我承认我是想帮的 可这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姐夫 为了我们沐家的声誉吗 你可以生我的气 但不可以不理解我的用心 算了 你姐夫跟你一起回来的吗 我们一起去喝了两杯 可是他说他晚上有饭局 应该先回来了吧 这次股东投票是他一个关键 他很郁闷吧 爸手上至少还有我们两票 他可能会出局哦 那也不一定 得看他自己怎么选择呢 姐 你想干吗 我帮你的手 姐 妈 回来了 出去 你怎么敢带卖有投票权的股东 请你出去 我是要给你一次机会的 姐 姐夫 我找你有事 我还没说完呢 让姐夫先忙 他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 你这不可以 一定的 要不是 这是 我 每个人都没说完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童安姐 我们收工了 我也马上就走了 对了 东边那个小房间你打算做什么用啊 还在想呢 那你再考虑一下 我先走了 明天见 再见 陈教授 您好 我是蒋云教授介绍的设计师同学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帮您做设计 尽管很忐忑 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力争达到前辈您的要求 如有不尽仁义之处 也请您尽量反馈给我 我会马上根据您的意见 做相应的调整 听蒋教授说 您现在还没有小孩 不知道 您和您的太太 是否有这个打算呢 如果有的话 建议您先设计一个婴儿房 为将来 迎接小生命做好准备 不知您的意见如何呢 我不需要婴儿房 我不打算要小孩 生命是否太沉重 生命是否太灰暗 是否应该把孩子 带到世上受苦 生命太沉重 但是也满带惊喜 生命有灰暗 但是也充满阳光 好的 我会在一周内出设计稿 谢谢您的回复 五眼您要出门 大小姐特地为你准备 你喜欢的饭菜 我约了朋友 不吃了 好的 我旁边不吃了 我的真是 ほど小在一起 我半只吃了 那里有啥 大家可以吃了 我记得 你携争好 我智女 我输家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她不喜欢 所以当天晚上就把照片撤下来了 可是没用 她再也没进过这个房间 沙千这个人 自私 狂妄 目中无人 你说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我要对她死心塌地呢 那就不要对她死心塌地了 我偏要对她死心塌地 那你就想办法让她爱上你 这十年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小方舍发着她爱上我 我听你的话对她好 可是她不灵情 姐 你真有对她好吗 我对她还不够好 十年前 不是我说服父亲 花了这么多钱挽救她的情 她早就跟她的父亲抱着一尽尸体 不知道烂到哪儿去了 那你就抱着你十年的青春 孤独地烂掉吧 反正你已经废了 姐 如果我是莫少千的话 我对你说了同样的话 你还会爱我吗 爱一个人是要让她感觉到幸福 你要知道她失去了什么 她最需要的是什么 她在爸的手下苟延残喘 日子并不好过 她父亲死了 母亲不在身边 她想要的并不是她父亲的家业 她是想留在她父亲的身边 马死得早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孩子 我已经记不清她的样子了 我只记得你当时很伤心 抱着我哭了三天三夜 姐 姐 姐 不瞒你说 沐长河找过我 她知道你开架了数目 而且她开给我的 那可是更高的加码 那么 你想加多少 双快 你最多能加多少 三个点 我就是喜欢和你这样爽快来的做事 投标的事情 你放心吧 来 合作愉快 进来 快投票了吧 还想跟我谈条件呢 不是 我是来告诉你 既然你不能接受我的条件 我只好顺从我老爸的意思 站到他那边了 我理解 你也应该这么做 走吧 永飞还是没接电话 会不会不来了 莫永飞这一票算齐全 我们不等他 可以投票 投票之前呢 我再说几句 这一次 召集各位股东 对我们执行总裁莫总 进行不信任动力投票 我作为邵谦的岳父 这一票 算齐全 邵谦 这么多年在远中 是任劳任怨 各位股东也是有目共睹的 希望各位多给他机会 走吧 好 请各位 对我赶紧 谢谢大家 可以 谢谢你 谢谢你 支持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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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解 支持一票 版队一票 三比三平票 凭票 就再投一次 请各位股东考虑清楚 这关系到 免中的未来前途 也关系到各位的钱包 对不起 我知道了 各位股东刚才已经投过一轮了 现在是批一票 咱们再投一个 不用这么麻烦了吧 我直接投票就可以了 也好 省得浪费大家时间 我支持莫少倩 谢谢 永飞 用选票 好好再重新投一次 我救头莫少倩 四票对三票 不信任动力 不成立 这是干什么 当众比我难堪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爸吗 那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还知道是我女儿 那你还帮着外人 他不是外人 他是我老公 我是谁你养你的老爸 父亲我没得选 老公是我自己选的 口口声声喊人家 老公老公老公 人家有把你当做老婆看吗 你现在才关心这个 来不及了吧 是 你帮了 岳父 没打�r你们吧 没有没有 没有 啊 坐 那个 我先出去 张总 没事 你也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我唯一的能耐 就是让你女儿能投我一票 有没有后悔 把女儿嫁给我 别激动 不要切坏身子 我可不想这个时候 为你拼麻戴孝 我还有事 好好休息 沐总 沐总 你没事吧 尿 尿 尿 怎么这么急着坐我的位子 不急不急 这个位子不早晚都是我的 对 因为到时候我已经是远中的董事长 我会非常乐意地委任你坐我的位子 姐夫 我真诚地恭喜你 很希望你能继续地留下来 能留得越久越好 这个位子你随便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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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種幸福啊 還是種酬醉 世界在別誰能打操永遠 總讓我在心裡天天喊你千萬別 再容易我看著你依舊的容顏 幸福只是虛構的一瞬間 我也明白卻是光雲煙 回頭心上一幕雪 詞曲 李宗盛 你千萬別再容易我看著你依舊的容顏 幸福只是虛構的一瞬間 我也明白卻是光雲煙 回頭心上一幕雪 回頭心上一幕雪 回頭心上一幕雪